另外还有一些重点,什么重点,不过你会发现我这边多了一个东西,叫空白后面有个底线 为什么这边加一个底线,实际上是这样 因为之前有同学写程式,写完之后会发现说,老师这边很麻烦 因为我要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它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我每次我要看那个程式,我要把它卷过去 然后再卷过来,太麻烦了,可是我希望这边可以帮我分两行,换到下一行 但问题特别是,你如果现在想说,在这边换行一下看好不OK 它会马上跳出来,编译错误,为什么,因为它看不懂 你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分开了,它就有头没尾了 可是问题,如果你希望怎么样,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当成同一行 但是又可以分在两行的话,要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诀窍 第一个,请你找到end,这个end符号 我习惯在end的,当然前面也可以,后面的后面空白 你在这个end的后面空白的右边,再加一个底线 shift的底线,underline 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底线,你按enter的话 再把它移开 它就会把上一行跟下一行当成是同一行 OK,所以特别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空白后面加一个底线 OK,加对地方 如果你还要想说,老师我想把它变三行不可以 可以啊,你只要看到end符号 后面的空白,右边这边加一个底线 再enter 这样有没有,可不可以移开 它又没事 那执行看看,有没有状况 没有状况 OK,可不可以啊 如果我跟各位讲,没事不要换那么多行 这样看起来其实也不是很OK 反正大概就两行差不多 而且我的习惯是什么 下一行最好按个tag 下一节 这样比方说第一行在上面 下一行在下面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那个阶层的感觉 不然呢,像之前有同学怎么样 全部写就这样写 全部把它挤在一起 就写这样子 这样执行会不会OK呢 其实这样执行也是OK 有没有 但问题 像我每次看到这种程式 我一定会动手先把它缩盘 因为如果程式又多 然后每个都全部都在一起 说真的,我刚刚要除错 我都是一个大问题 那如果说假设 你已经都把它阶层化的话 那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为什么,因为其实它有结构嘛 有for就有nest 然后有头就有尾 这样的话感觉就会相对的可阅读性会高很多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将来要把程式换行的话 就是在end的空白 右边加个底线 关键就是底线 再enter就可以了 第二个话 如果说我希望 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function 什么叫function 就制定函数 如果你会发现 把这个先清除掉 就刚刚制定 它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插入函数的时候 在类别里面会多出一个使用者定义 那你会发现 现在使用定义 没有,为什么 因为有VBA 因为没有function 所以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先写个function 怎么写 一,请你到这个模组的下方 他打一个function 这不是sub 名称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叫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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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i-o 那你會發現 你到那個插入環數裡面 這個時候就會多使用的定義了 也會有一個手機 那你現在按確定什麼事情都沒有 因為你裡面都還沒寫 那我要怎麼寫這個程式 寫這個程式 接下來的話 我們 這個方選特別注意 它的執行跟SIVE不一樣 SIVE是按下去執行跑完就算了 那可是方選不一樣 方選是屬於互動的 有點像那個學生線性 反正你剛才講他的步驟做完就OK了 那這個方選這個學生比較愛問問題 他就一直問 老師你要先給我什麼 你要再給我什麼 你要再給我什麼 他最後再幫你把結果給你 所以這個有點像 這個問答式的 他一定要跟你問三個問題 哪三個問題 有沒有 所以會跳出一個視窗 就是請你給我這三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三個的名稱 複製一下好了 然後把它 Ctrl C 貼到這個瓜糊裡面 這個瓜糊裡面就放你的問題 那總共會有三個問題 那三個問題的話 我們分別就電信葉子 記得逗點一下 門號區 逗點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這三個 將來會把第一個問題 放在那個視窗的那個問題 第二個 第三個 如果你第四個 第五個 你就一直往下放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個地方 OK 好 第一個 我三個問題 那再來的話 我將來要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什麼東西 特別是 就是自己本身 所以這個規則 Function 把手機這個名稱 先放在前面 等於什麼呢 你要的結果 什麼結果 09 其實跟上面很像 AND AND什麼 再來什麼呢 這個東西 電信 因為將來使用者一定會選這個給你 放在哪裡 放在電信業 所以他選完之後的東西 他會幫你把它存在這裡 選完的東西會幫你把它存在這裡 有沒有 他選三個嘛 分別就丟在這個名稱裡面 有沒有 所以 AND我們後面就是給他什麼 AND他的電信業者 所以你就把電信業者名稱放到這裡 09電信業者 然後AND什麼呢 AND在一個減的符號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呢 在AND什麼呢 其實跟上面一樣 format 所以我們用format format format什麼東西呢 就是門號區 所以再來把門號區 有沒有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format裡面 痘點 後面什麼 0 0 0 後雙以後 後瓜糊 有沒有 門號區馬 OK了 然後呢 再來門號末馬 所以其實不用重做啦 就是把它這一串有沒有 複製 貼到哪裡 貼到後面 然後把末馬 改區馬改成末馬 自表打錯 打錯的話 就會有問題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程式呢 基本上 就大功告成了 OK 這個function呢 就寫完畢了 其實說真的沒多少東西啊 看起來應該很複雜 但實際上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那個結構 還有跟sub不一樣 很多同學說 做完之後呢 然後呢 很習慣的 因為之前那個sub 都是直接按那個執行 但是喔 就有同學是直接按這邊執行 跳出來 老師有問題 跟各位講 function不是這樣執行的啦 方便怎麼執行 你要必須要在這邊 游標先放這裡 插入使用者定義有沒有 手機 因為有三個東西在小瓜糊有沒有 跳出來了 三個對不對 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把三個資料餵給他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餵給他了 然後你會發現喔 如果底下喔 假設產生你要的結果 要恭喜你 你程式寫對了 那就是啊 他把那個串串串 串完之後 再丟給這個function本身 那因為function其實也可以暫存這個資料 那暫存這個資料之後的話呢 再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呢 再放到這個儲存格 因為你游標會放在這裡 按確定 資料就幫你丟過來了 按確定 完成了 但是他裡面沒有回圈喔 所以怎麼辦 你要自己手動喔 這個變成要手動的 點兩下 他就要完成 那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他不能 因為他不是sub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自動完成 那請你寫sub ok 因為function 只能夠執行一個儲存格喔 ok 所以這一點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地方喔 不是說 VBA呢 這個sub 或者function 什麼都通用了 沒有啦 所以你要知道說 不同的這種功能 他能夠做出不同的效果 那當然如果你需要的 你比較需要的是像這種 那你就寫這種 如果你比較希望的是看到 按完結果就出來 那你就寫sub VBA的話基本上 主要就是這兩個 sub跟function ok 所以人家問你說 VBA到底寫什麼 那你就說 sub跟function sub就是按鈕 function呢 就是自動函數 這樣就得分了 我是把它講的很簡單 其實就是這樣一回事 裡面還有能不能做其他的 其實都也是可以做一些其他 可是其他的幾乎用不到 ok 所以有的時候 他提供給你一大堆功能 但是說這樣 幾乎用不到 那等於就是沒有 等於就是暫時你不用管他 不然的話 有些同學 喜歡就是說 徹底的去了解 結果最後了解完之後 就變成不會寫 他根本不知道哪個是重點 ok 所以我們先抓最重要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最重要的部分 幾個 第一個就是換行 可以把程式 第二個的話就是方向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就今天 今天其實 講的內容已經 算是難度 又比上個禮拜 再向上一層樓了 幾乎都在講 程式的部分 所以你們今天 講我以前完全沒有接觸過 程式的同學應該 今天會應該很好睡 對 腦袋已經全部被沾滿了 然後不斷在弄 不斷在弄 所以你今天 假如說 還是睡不著 你回去記得 把VVA打開 再把它打一打 大概打沒多久 你就開箱睡覺了 然後這時候 你躺下去馬上睡著 真的 學程式有個優點 就是不會失眠 真的 太好睡了 我以前真的 幾乎沒有失眠的肌炎 所以人家問說 我都睡不著 晚上我一定要吃什麼 安眠吃藥 我說不用 你不要借掉藥物了 你來學程式 保證非常好睡 OK 所以這也是個方法 還有啊 真的可以避免那個老人痴呆問題 所以如果你想要 希望以後不要有那種 學程式真的是 是好方法 因為你腦袋一直在賺 OK 所以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像我遇到 有一些我老師 老老師 八十幾歲 真的腦袋還是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料理 還在寫程式 OK 所以其實這我覺得 應該也有預防的這個效果 OK 所以這個 試一下 所以兩個 一個是把那個程式換行 一個是自動自訂函數 那這個自訂函數 特別就是一個方旋 方旋 因為白話異式就是自訂函數 那它基本上呢 有些部分 感覺還是功能會跟SIB比起來 好像似乎就少了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這部分也許大家了解一下 好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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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